究竟傳說中的鳳凰背後有什麼象徵意義? 而鳳凰與埃及及亞特蘭提斯有什麼關係呢? 請訂閱上帝的信徒YouTube頻道 並按下旁邊的響鐘 當有新影片推出時就會通知你 字幕提供者 李宗盛 字幕提供者 李宗盛 字幕提供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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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Brian 來到這集鳳凰傳說不死鳥 誕生地鳥屠藤文化分析 今集就跟大家講講一個傳說中的生物就是鳳凰 有時叫不死鳥 其實兩個名字有分別 待會我再詳細說 在講鳳凰之前 其實我們都可以討論一下 其實在不同的文化中 經常都有一些鳥屠藤出現 或者一些鳥的形象會出現 包括聖經都有 如果你記得羅雅方舟的故事記載在創世紀8章6節 當時洪水已經過了 然後羅雅想知道水有沒有退去 先放出一隻烏鴉 但當然還未退 然後再放出一隻甲子 再去測試一下 看看水有沒有退去 沒有退去 即是那隻甲找不到落腳地 又回到方舟 之後羅雅過了7天再第二次放甲子出去 這次的甲子也是回來 不過回來的時候 口是擔住了橄欖 即是至少有些地區的地面已經露出水面 有樹葉掌了出來 最後再過7天羅雅再第三次放甲子出去 那隻甲就不再回頭了 即是證明那隻甲已經找到落腳地 所以甲子本身和平安和平是有關係 正正是源於羅雅方舟的故事 所以這個概念後來也影響了一些藝術設計 包括著名的西班牙畫家北加索 他設計了一個和平甲的標誌 就是大家在畫面看到一隻甲 他腳的前面放了橄欖葉 他這種創作的理念 就是源自於剛剛聖經創世紀那段 關於羅雅放甲子出去 而甲子擔回橄欖葉 他就拿了這個形象放進這個設計 當時他是為了1949年巴黎和平大會去設計 所以你就會看到原來聖經的文化影響了後來的設計 現在左上角大家看到的是北加索的本人 其實這是一張郵票 就是1981年蘇聯 當時蘇聯 即是現在俄羅斯 他發行郵票的時候 就拿回這個1949年北加索的設計 作為郵票的圖案 其實和平甲的標誌到現在都會經常看到 比如現在畫面也是其中一個設計 又是看到白甲擔著橄欖葉 正正就是源於這個聖經創世紀羅雅故事 其實八甲這個形象經常在聖經出現 都是代表正面和平等等的概念 另外一次在聖經出現這個八甲的形象 就去到新約的時候 當時是約翰福音的一章29節 當時是說到耶穌去到約旦河要受洗 而幫他受洗的人物就是施洗約翰 而施洗約翰當時他說了一句說話 他就說 我是看到這個聖靈好像甲子從天而降 降落在耶穌身上 所以在使徒約翰也用了一個甲子 作為一個比喻去比喻聖靈本身的形象 所以甲子本身在聖經的文化都比較正面 無論是剛剛羅雅方舟故事代表平安和平 來到新約約翰福音就告訴他 他是代表聖靈的形象 所以你就會看到八甲本身的形象 在聖經的文化是相當正面的 除了聖經文化之外 印度文化都有這個了圖騰或者了崇拜的形象 記載在印度教典籍摩阿婆羅多裡面 有說到他們的維持神皮濕奴 他本身是一個坐騎 就是大家畫面看到的大鵬金次鳥 但其實他原名叫加流洛 你看到這個鳥的形象和普通鳥有些不同 首先他對翰是金色,你看到很漂亮 但你看看他雙手似乎不是普通鳥的爪 其實他有些時候是半人半鳥的形象 現在你看到的是一個人手,但他是鳥頭 但他亦有不同的畫法 你現在看到這些也是加流洛的形象 左邊就是泰國的國輝 你看到他的腳是鳥腳,鳥爪 但他上半身似乎是人的身體 但他上到頭又回到鷹頭 即是半人半鳥的結構 而底下主色主要是紅色 但右邊這個也是加流洛 不過這個就是印尼,印度尼西亞 他們的國輝主要用了金色 但他是一隻完整的鷹或者鳥的形象 所以其實加流洛有時是半人半鳥的形象出現 但他們都在說皮濕奴這個神的坐騎 印度教的維持神的坐騎 就是因為這個鳥本身是很出名的 是一個神的坐騎 所以甚至印尼航空公司都用了他們的標誌 或者他們的名字 就是加勒達印尼航空公司 你看到的名字 Garuda本身就是加流洛 它的標誌有隻鳥 其實就是加流洛這隻鳥 作為他們航空公司的標誌 所以你就會看到 原來這種鳥圖騰 這種鳥文化已經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 包括航空公司的設計 另外由於加流洛本身 它有水的元素 和水的元素有關 所以學者相信它也可以對應一些星座 正正就是對應這個寶瓶座 之前我也說過寶瓶座本身的形象 就是一個人拿著水瓶倒水出來 它有水的意象 所以學者覺得這個加流洛本身 其實它的對應星座可以看成這個水瓶座 關於這個加流洛和水瓶座的關係 其實是我第一本著作 上天的半途守望者有詳細的分析 當時我研究吳哥成他們的建築 和符號學的時候 我都有提及到 你有興趣可以看回書裡面的內容 去到希臘文化 也有這種鳥圖騰的形象出現 而這個鳥圖騰 就跟宗師有關 因為你也知道宗師就是希臘神話裡面的眾神之王 宗師有一次 他想追求這個復仇女神 他想了一個想法 把自己化身變成一隻天狼 然後命令愛神阿夫羅迪蒂 化身一隻鷹 透過這隻鷹追捕 化身為天鵝的宗師 希望博取同情 博取這個復仇女神的同情 後來真是得償所願 他最後就得到這個復仇女神的方心 宗師就希望將這件事紀念 於是又將這個天鵝形象升上天空 變成星空裡面的天鵝座 現在你看到一個大十字的 這個就是天鵝座的形象 就源於這個希臘神話 就跟宗師眾神之王有關 我們先後說了聖經文化 引渡文化 還有希臘文化 都有這個鳥圖騰 當然離不開華夏文化 都有這個鳥的崇拜 或者鳥的圖騰 根據這個懷南寺說到 飛龍生鳳凰 鳳凰就是中國文化裡面的一個神鳥 這裡說得很清楚 原來鳳凰是由龍所生 是飛龍節子 所以兩種傳說中的生物 原來有關 另外在以亞色鳥裡面 具體描述到鳳凰真正的外形 特徵是怎樣 他說到是雞頭 燕坎 燕坎 下巴 是燕坎 下巴 射頸 龜背 魚尾 五隻顏色 以及高六尺 也相當恐怖 六尺高的一隻鳳凰 但起碼讓我們看到原來它的形象 是五彩色 應該很漂亮 所以在一些畫作 或者雕塑上面 很多時候都會參考這些文獻 將它呈現出來 大家現在看到 不同地方對鳳凰雕像的描述 左邊就是北京二和園裡面的鳳凰雕像 雖然沒有顏色 但你也看到它的設計 有點像鴕鳥 但又沒有鴕鳥那麼大隻 而右邊就是香港大嶼山鳳凰敬 近廣坪站那邊的雕塑 你看到它是彩色 因為它正正根據文獻是五彩色的鳥 至於是否高六尺 它沒有做到六尺那麼高 但那個是文獻所說 但雕塑的外觀 就盡量貼近文獻本身的描述 除了鳳凰之外 華夏文化裡的星獸也有鳥陶藤出現 因為我們中國的星座 它分成三門二十八獸 二十八獸就是二十八個星獸 二十八個星座 分成四個區域 而南方區域的七個星獸 統稱是豬雀區域 即是一個紅色的神鳥 它包括了井、鬼、流、星、張、翼、真 這七個星獸 這個形象就是一隻神鳥的形象 在天空上面這個南方星區的位置 其餘那三個星區分別 北面就是玄武 玄武就是蛇和龜的合體 而東面就是青龍 而西面就是白虎 所以四個神獸在星空上面呈現了 有人說豬雀本身就等同於鳳凰 其實不是 因為鳳凰應該是地上的神鳥 而豬雀是屬於天上的神獸 他們的角色是不同的形象都有所分別 因為豬雀本身是代表火焰和太陽有關的 所以和鳳凰是有所分別的 講了這麼久終於要講埃及文化了 因為鳳凰傳說或者鳳凰崇拜的源頭 就源於埃及的 不過埃及的正名應該叫做不死了 鳳凰的名字本身應該是華夏文化才用的 不過後期人們就把鳳凰和不死了撈亂了 甚至用鳳凰這個字眼去形容埃及的不死了 其實現在已經變成約定俗成 只不過如果嚴格來說 埃及的那個應該叫不死了 我在這一集中也共通了 照用回鳳凰 讓大家容易去理解一下 現在大家畫面看到這個就是埃及的浮雕 你看到它也是彩色的 其實跟中國的鳳凰是相似的 因為剛剛也說了 在中國文獻記載它是五彩色的 現在你在埃及的浮雕也看到這個形象出現 究竟中國的鳳凰文化是否源於埃及呢 是很難說的 因為你可以說不同的地方 它們都可以演化對鳥有一個崇拜 有一個蒲藤的形象出現 可能這樣適合大家的巧合 但我們也不排除有這個文化的傳承 因為你要知道我們中國的山海經 或者很多的文獻 很多時候是經過外地的文化傳進去的 當時就在商朝的時候已經開通了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由我們中國的西北方 一直延伸去到中東地區 而埃及正正就是中東地區附近的 你要知道 所以當時商朝的人去到中東去貿易 亦都不排除他把這種鳥屠藤 這種鳥崇拜文化沿著絲綢之路 傳進華夏境內 然後最後演化成這個鳳凰 我們中國的鳳凰 亦都不出奇 我們說回埃及的鳳凰版本 現在這畫面看到 他的腳下面有兩個類似十字架 有個好像個傑一樣 其實這個叫安卡 是埃及一個符號代表生命 而你看到他的鳳凰的頭頂頂著 那個原本就是太陽的符號 所以埃及的鳳凰 他跟太陽本身有關 跟生命有關 因為廣命叫不死了 即是他可以復活 即是他有一個復活的形象 會重生的這個不死了 那為什麼他跟太陽有關 又會重生呢 我們就可以看一看文獻 其實我本書 第二本書 上來叛徒爾亞特蘭提斯的後半節 有一段都有詳細去分析這個鳳凰傳說 或者這個鳳凰崇拜 是與埃及之家的關係 因為這個鳳凰的圖騰 就離不開 與埃及的太陽城 黑利奧波利斯有關 因為這個太陽城本身以前是一個太陽神殿 而這個神殿本身的名字叫做鳳凰神殿 即是他同時崇拜鳳凰 也崇拜這個太陽 因為剛剛都說了 鳳凰本身在埃及的象徵裡 是與太陽有關的 其實跟我們中國的文化也有點像 中國三足鳥是與太陽有關的 就是太陽化作三足鳥 究竟這種文化是否傳承於埃及呢 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也有可能各自發展 因為大家都可以各自有太陽崇拜 只不過告訴你埃及他們的鳳凰神鳥是與太陽有關 而中國的三足鳥也是與太陽有關的 這是有趣的地方 根據公元一世紀埃及祭司Crimans所說 他也有提及過這個不死鳥或鳳凰 曾經說過這個鳳凰或不死鳥是活了五百年 當他快要死的時候 他會用羽香抹躍去捉巢 然後在巢裡死他 羽香抹躍是不是很熟悉呢 如果你記得當時耶穌出生 東方博士不是送了黃金羽香抹躍的 就是這兩個 而這個不死鳥是來自哪裡呢 他說了從阿拉伯飛到埃及 去到埃及的哈里奧波利斯 就是剛剛所說的太陽城 他就會捉巢在太陽祭壇上面 最後他又會回到原本的地方 即是回到阿拉伯 而當地的埃及祭爾斯做了紀錄 發現每隔五百年他就會飛回來 所以告訴他這段文獻就是不死鳥 或者鳳凰 他壽命五百年 每五百年死了之後 他又會復活 又會飛回來 所以他和哈里奧波利斯的關係 在這裡說得很清楚 他會飛去這個地方捉巢 而且在太陽祭壇上面 你就會看到他和哈里奧波利斯 和太陽之家的關係 和他的壽命相當長 就算他死了之後 他也可以重新復活 另一方面 他在公元四世紀的 古羅馬基督教作家 拉丹提斯 他也有在他的著作提及過 這個不死鳥 他怎樣說到呢 他就說 鳳凰或者不死鳥 是沐浴在聖水之中 經過千年之後 他身體會發熱 然後產生火炎 將自己身體燃燒變成灰盡 然後變成白色的一些蟲 而這些蟲入了水之後 會變成一枚蛋 最後會枯化成新的不死鳥 而這個不死鳥長大之後 就會將他之前身體的灰盡 捲成一個球 包裹在抹躍和乳香之中 然後運送到太陽城 哈里奧波利斯的祭壇上面 這裏的說法 和剛剛之前的Crimus 學者所說的 埃及祭司說的 似乎有少許出入 埃及祭司說到是五百年 但這裏說是千年 不過也無所謂 五百年千年 即是壽命很長 至少他們都有共通點 共通點 共通點就是 他講明不死鳥會復活 死了之後都會復活 而且也與太陽城 哈里奧波利斯 拉上關係 究竟有什麼關係 這裏就沒有詳細解釋到 但起碼當我們對比這兩個學者所說的 不死鳥 我們歸納到就是 不死鳥 壽命很長 話就說不死 但其實都死 不過死完之後 他可以再復活 而且他一定與太陽城 哈里奧波利斯有關 既然有這麼多學者提及過 鳳凰或不死鳥 究竟不死鳥本身是一個傳說中的生物 還是它本身是現實世界 真的有一個鳥類 對應這個不死鳥呢? 而我亦都發現 不死鳥這個形象本身 亦都與一個天文事件有關 甚至亦都與亞特蘭提斯這個古文明有關 那這些所有的分析 我都會留待在Patreon會員專區 和Youtube會員專區 和大家詳細分享 請立即訂閱上帝的信徒YouTube頻道 並按下旁邊的響鐘 當有新影片的時候 會立即通知各位 請請繼續支持 請站在哪兒 按本身的文字 按摩 請按摩 拍照 請按摩 拍照 請請 請 按摩 按摩 請 按摩 按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